中华电信有感于飞往马祖的班机一票难求 除了有空中交通之外 不少居民和游客往来抬马之间 搭乘船只还得看天后状况 连江县马祖离岛成为最需要拉近城乡数位落差的地方 中华电信董事长郭水逸技术长林荣四 网络技术分公司总经理简志成等人 一般12年6月19、20日两天 带领同仁参加数位发展部在连江县 举行电信普及成果与推动数位创新应用服务活动 郭水逸董事长特别来到马祖服务中心 向同仁们加油打气 并且提到中华电信半年好读 社区网络客服服务在连江县即将迈入第十年 为当地的孩子拉近了数位落差的距离 我们也大力推广普及服务的建设 缩短数位的成像落差 我们也跟马祖高中推动了一个办理好读 那么接下来已经进入第十年 那这第十年意思就是说 我们跟马祖高中长期合作 办理好读的一个社区网络的客服服务 那意思就是说透过这个多用网路 少用马路这样的方式 那提供一对一 协助这个马祖高中的中小学 这个量身定做的一个客服 贴心的一个半读服务 那已经协助很多的中小学生 顺利的考上大学来翻转他的人生 那这验证了一个数位科技 能够协助我们在这个教育上面的一个实证 中华电信马祖服务中心多半服务在地居民 政府机关以及前线的军人 包括经理林以生和同仁共40名都是在地人 不仅推动青年返乡 让服务更接地气 也营造地方创生的环境 让马祖离岛拉近与世界的距离 我们中华电信一直走在最前面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利用我们的科技 服务我们的乡亲 那我们也能够带动地方创生 以及青年返乡服务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同仁 能够有一棒接一棒 能够继续用我们当地的青年 来加入我们中华电信的大家庭 继续服务 配合连江县政府积极推动幸福智慧城市 协助马祖观光产业发展 中华电信针对著名风景区 包括八八坑道 马祖巨神像 蓝眼泪海湾 整个代弹景点 应用了Web AR地图小卡 只要手机扫描 就能快速掌握热门景点背景的知识 和专业导览 我们如果想要直接去这点位 我们可以点这个GPS地位 地理位置 就帮你开Google Map 你马上就可以快速过去 所以这五个点就是你可以按导航 我们就可以过去指令你现在的路线 怎么过去 为实地了解重点景区的通讯品质 董事长郭水义带领同仁以步行方式 来到因战略需要而凿出的北海坑道 坑道内部现在规划成优美的海湾情境 洞口外则有海中旋日月 洞里永乾坤的坑道精神标语 董事长齐许同仁 积极做努力盖 增保险接地气 我们在整个普及服务上主要是 从四个观点来 第一是积极做 第二是努力盖 第三个增保险 第四个接地气 整个在建设上 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 来建设离岛的海南 提升宽品的服务 另外我们也提升了5G的涵盖力 来拉近马祖跟世界的距离 另外我们确保把马祖离岛居民的通讯安全 我们也正在规划发包 兴建第四条台马海南 来增加离岛通讯路由 跟分散它的风险 来提高网路的可靠性 跟它的韧性 除此之外 我们也积极禁用马祖在地的民众 然后来协助青年能够 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服务 来提供一个接地气的通讯服务 来到了大汉据点 这里原本是国军基于作战任务需要 而用炸弹爆破 以及靠人力一寸一土挖掘而成的机枪阵地 现在交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作为观光景点 中华电信同仁步行在内 感受到过去电信前辈 如同官兵一样 不见电信基础管路的辛劳 中华电信永远总在最前面 Go! 董事长郭水毅近年来积极提升公司竞争力 站在第一线搭上工程车 用行动力提势同仁 在离岛电信建设的努力 数位发展部电信事业普及服务基金管理委员 相当重视马祖居民数位平权和通讯需求 而这有赖中华电信建构全方位的备源系统 海缆部分在规划最新的第四号海缆 然后再来第二个在微波的部分 我们也从目前已经扩充到4.4G的部分 我们到年底还会再继续扩充到10.6G左右 那卫星的部分我们也在试着看看 就是说从高中低三种不同的卫星 我们现在再透过各种方式来看看 有一些机会来合作 然后把整个离岛的韧性再提升 投入大量资源在台湾和马祖之间建立海缆建设 中华电信会强化网路韧性 更增建了满足全岛需求用量的微波备源 同时也将卫星纳入互为备源 希望能够建构多重路由的系统 在陆无一里坪的马祖 部件网路建置行动基地台 维持通讯品质 是中华电信同仁为马祖带来得之不易的宽屏建设 所做的努力 地没一里坪 所以上上下下下下 我们在拉光纖的时候确实是比我们一般在本岛的平地来得辛苦 另外这边的基地台也是 因为这边基本上它也是地形的关系 所以在布这边基地台也是特别的辛苦 加上因为是海岛的气候 所以设备在这个腐蚀性 尤其是海风的这个带一点盐的这个部分 恐怕在保养上面也比我们台湾辛苦非常多 在地的同仁确实是非常辛苦 在维护这些建设跟维护这些我们的通讯系统 中华电信提升马祖通信服务的任性不遗余力 维护离岛民众数位权益 协助在地产业发展 连将县长王忠明给予肯定 那年轻人在这边能够安居热业 然后把它的青春奉献给中华电信 我觉得这才是未来可长可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才的培养的一个流程 也是中华电信未来的命脉 我想这样的硬体的设备 再加上人才的培养 那中华电信在马祖就可以可长可久 中华电信以资通讯核心专业 协助连江县政府应用5G数位科技 导入施政发展 更禁用返乡青年为中华电信同仁 体恤居民交通不便 以强韧的硬体建设 补足马祖战地 对通讯的强烈需求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 中文也有您的胸身 将庭体建设 节目变得我们在进行